政府一再强调市场上的粮食供应充足 但是却有无粮商家趁着行管期坐地起价 尤其鸡肉零售价格最近更是飙涨到了 每公斤九令吉六十仙 让消费者大喊吃不消 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副部长达都罗索瓦西 今天证实 贸销部确实是接到了不少投报 因此已经指示执法官员展开取缔行动 揪出牟利奸商 他还说贸销部制定的鸡肉零售顶价是每公斤五令吉五十仙 但是商家趁机涨价实在是要不得 为利者将会受到严厉兑付 另外配合开斋节到来 贸销部已经把11种货品列为佳节统治品 下个星期二就会对外公布